好的我今天呢特别请到我的VVIP就是莉莉 VVIP就是我 她自己的影片都没办法都没有更新 然后就跑来我这里 我真的是佛性出片 我今天是来帮Semrina赚点点阅率的OK 因为毕竟我个人太有趣了 没错 我觉得我跟她就会积出不一样的火花 她来首先第一题咯 在护理学校然后想问学姐说当初怎么克服 就是要考技术考的紧张的情绪 你要真的要听我的意见吗 我真的没有什么意见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以前在护转的时候 在台湾的时候 我考技术都是考很低分的 因为我练技术都在睡觉 所以我真的不是一个很好问的人 怎么办Semrina救救我 那你考试的时候你一定会很紧张啊 因为我没有耶 我就进去然后就乱摸 就大概是这样吧 然后就做这样 然后就走掉 我们还有学长直接是都没有练 然后就去考技术就说 老师我不会做 然后就直接走掉 那不是会被当掉 就直接被当掉啊 然后就变成我同学 不过认真一点啦 就是说你在考技术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降低一下 你自己的那种害怕跟紧张感的话 你自己可以先拿一张纸 然后把大概的形成 就是整个技术的流程 先手写下来 你手写下来之后 你大概就会有个印象 然后再来就是你手作 我个人是发现我自己 读书反而行蛮 可是手作你只要秀我一两遍 我很快就可以上手 所以当然记住这种东西 你当然多做就会多上手 就像当初我们在护理学校 在做刚练那个女性擦尿管的时候 我会说哎呀哪个洞是哪个洞啊 哎呦无菌啊 哎呀染污啊染污啊 对吧 那时候不是都会觉得很害怕吗 可是你之后真的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做一次两次 我现在闭着眼睛都可以擦到尿管 我也擦到阴道呢 是不是 就是这样有建设性吗 有有有 那时候在念护理学校的时候 要考技术前啊 哎我个人是那种 在练习的时候会做得很顺的 可是考试的时候就会 有一个地方 就会做错 一直练习做 然后不然你要找 你可以找你同学 一起去练习这个技术 而且练习的时候啊 如果是找朋友一起 就真的不可以吸引啊 是真的要以朋友式考官 然后去一个官一点 这样子才有效率 我觉得我以前就是很很暖烂 非常难上一个人 老师是看到最后都已经 完全放弃叫我不要睡觉这件事 所以千万不要跟我一样 但是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要变好 然后之后你实习的时候 不想要因为技术的关系 然后让自己 事情上班 不那么顺的话 你在学生时期 一定要把事情搞定 真的 而且我觉得老师在 监考的时候 他也会知道说 你到底是 有没有自己 有没有准备 或者只是来混 对 真的 很明显 因为 如果你是真的有在练习的话 你是马上是 ultimately知道说 你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 但是像我这种 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打个IM 我先要回抽 无回血 就会变得很顿 你知道吗 当我当初那么简单的IM 我那时候还在那边祈祷 说拜托拜托 让我抽到IM 因为是最简单的技术 结果去还不会 超级扯 我以前真的是不是一个 很好的学生 所以不要拿我来当榜样 那我今天来找你 是要干嘛的 我是VVIP 我是来让大家笑一笑的 OK 好那赶快再第二题 想请问当初是怎么选 在这一周工作的 然后呢 做正职的RN 有时间学别的专业吗 然后这个发问的朋友 是想要额外学飞航 首先先回答一个比较简单 就是我当初怎么会选择 在华盛顿州 其实我当初并没有做选择 我当初会来这边 是因为我以前有一个 英文老师 他就是这边的白人 然后那时候刚好来这边探望 然后又来找我们 然后聊到说 想要来美国当护理师的时候 他就有说 他们学校 夏天这边也有很多学校 有那种护理科 所以我就来了 那我来了之后 我自己是一个不太喜欢改变的人 听牛座是不是都这样啊 所以我想说 阿西亚 西亚罗住的也蛮开心的 然后大家都在这里 朋友在这 别的认识的人都在这里 然后我也熟悉身边的环境 所以我觉得 我就一直待在这边 我没有去别人走 但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啊 我也有认识的人 在这边读了 Purikaze之后 跑去卡尔夫尼亚 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是看个人 但是我当初是没有选择的 那时候是就一股脑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 research我就来了 然后就一路 就顺顺到现在这样子 工作的时候 能不能再去另外的进行的话 我真的是看个人啊 你在医院 你大概一个礼拜 大概上个三天四天班 因为是十二个小时 但是如果你是在个护理之家 比如说八个小时的话 那你可能full time 一个礼拜就要上五天 不过是半天嘛 因为是早上 如果你早饭的话 你是早上六点到下午两点 所以下午就没事 我还是有同学 他们有边工作full time 然后还是有边 继续去进修 拿自己的更高的 护理学士学位 或者是NP 或什么其他的都有 所以还是看个人 我自己的话 我目前是没有打算 要边full time working at full time student 原因是因为我自己 是觉得我自己办不太到 我觉得压力很大 工作就已经够累了 还要读书 可能是part time 还有可能会考虑 我自己是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的time management 我自己私生活 工作上OK 但是私生活的话 我可能就会比较slacking一点 所以 我自己 可是如果真的要做 你就一定要做个时间表 然后同时要评估 自己这到底能不能做到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一定可以 我要把自己逼得很紧 最后自己stress down 我们不需要你像这样子 或者是说你可以full time 读书 full time工作 然后part time读书 其实就是会花到 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看你怎么去 调整跟做计划 这样子 这个啊 就可以刚好又聊到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工作跟读书 同时并行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减少惰性 我觉得就是 要设好时间表 我的YouTube 我已经都多久没有更新了 我这个惰的才 设时间表 就是今天一定要念什么 然后明天一定要念完 什么科系这样子 不然真的没办法 而且你如果真的很想做 这件事情 完成这件事情 你就是你的设定 你就是一定要去做 真的 对 如果这件事情对你来讲 就是你必须要完成它的话 你自己自然而然 就会去自动自发的去做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你要给自己一点小小休息的时间 就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然后放假的时候 都是一整天在读书 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好 因为就像橡皮筋 你久了 那个坦率会疲乏 所以你有时候要休息 我同学呢 他 我是觉得他 我就很崇拜他 他是 我在这边的同学 然后他是 full-time 然后他又是 因为现在的 RN to BSN program 很多都是hybrid 就是一个礼拜 大概就是一天去 on campus上课 其他都是online 你自己做research 就是做功课嘛 那他是 除了full-time job之外 然后又去上课之外 他平常还有空时间去做 他喜欢做的事 打高尔夫啊 健身啊 什么之类的 我都觉得天哪 就是这种人 这真的厉害 再来呢 是在美国护理临床当中 最受不了的文化是什么 你先说 这边很多 就是譬如说病人有 可能血压低 然后呢 他们很喜欢就是 我们先给 a liter of bolus 然后我们再看看 看怎么样 可是在台湾的话 你直接就是 EU的血就上去了 对对 然后马上就找ICU床 对对 然后他们现在这边 就是很喜欢 我们再等看看 再看看会怎么样 我就觉得 有什么好再等看看 有时候就觉得说 病人都已经 melina就是一整个屎 都是 卡 就是黑色了 然后我打电话给医生 那个时候就跟他讲说 他现在有个 huge huge amount of melina 我真的觉得 他一定要去医院 那个医生还在 嗯 有种会有很危急吗 我们其实可以 再继续 monitor 我说 我不是不好意思 我真的觉得他该去 我就一直push 这种游戏真的要push 然后最后才把病人送走 然后还有一个 不是临床的 是排假的话 就是先 资深的人会先 去排他的假 对对 然后呢 所以资深的人 他会先选 他的年假是在哪一段 然后我们后来这种 就是后来才进去的 之前的 就等于是在减 剪剩下的 不要的 对对对 我我同意就是资深的 会有很多CTO 很多vocation time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到后来 我们这种之前的 到现在 剩下 都是在剪别人不要的 而且都是那种 这边两天 这个洞 这个洞 一个洞 一个洞 没有办法 就是造成一个廉价 对 对 我真的很受不了这种 最惹毛我的 就是 有事情发生 或是交班的时候 你问问题 对方跟你一句 I don't know 对 然后就模仿了 然后 我来这边上班 不再听你跟我讲 I don't know 的OK 如果你在台湾 I don't know 你还不被学姐电死 电报啊 真的啊 然后 那些人 如果你说是一样 是那种 刚进来的护士 那就算了 你还可以教育 说这个就是怎么样 你可以去查什么 但是很多在护理家 是那种 在那边工作 很久很久很久的护士 或者是已经工作好几年的护士 然后就在那边摆烂 嗯 因为他啥 I don't know 就没有后续了 你的脸好讨厌 他们就是这样啊 然后不然就是他会 交班到一半哦 这超级讨厌 交班到一半 他说 Something about this patient Hmm Well I guess she's okay 然后就 Next On to the next one So What about this patient 是吗 真的超级扯 然后不然就是问他说 哦 他跟我说 哦 病人哪边有一个 皮肤问题 Skin Tear 我说哪里 然后他就跟我说 哦 左手 然后就去看 明明就在右手 就会搞这种飞机 医院很常看到的是 很多那种讨人厌的医生哦 也是那种很自以为是的 有哦 有自以为是的医生 然后他的title 不是只有MD哦 他可能就是 你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很多有些人 MD是什么ABCD MMMS PhD MEMMS 后面超多title 到底哪个是名字啊 他可能是什么副教授啊 或者是他是一个外科 就是权威的外科医生 然后他可能是一个就是 譬如说chef something 反正他title很多 他真的是那种自以为是 他就是有那种官威耶 然后他就是不 就是看不起护理人员 医生嘛 医生真的是有一些很 很鸟的 真的很鸟耶 所以国外也有这种人 也有 那种医生是他会 就会 直接是把你骂到哭了 我之前有被骂到哭哭 不然就是他会 就是对你态度很差 对 这种 要遇到那种好医生 还是要靠运气 我们这边呢 你会感受到 这种对你 对护理人员很客气的 那种医生 通常他都是在这边 当resident起来的 然后resident 然后譬如说就是 internship resident 然后变成MD 然后attending 他就会 对护理人员很客气 因为他们知道说 what you guys have been through 下一题是问说 你 怎么克服在美国当RN的 未知感跟语言 首先我先回答 如何克服语言 首先 我自己是真的是确切体会到说 如果你的语言不好 你没有办法清楚跟确切的传达 你自己想要的 让对方知道的讯息的话 你的工作就会非常的不顺遂 因为你如果语言不大 你讲话不清楚 你自然就没有自信 你没有自信 你的声音就变小 那你如果整个自信都没了 声音变小 你开始不确定了 你的同事可以感受到那个energy 那有些人 甚至是你的CNA 都会反咬你一口 会爬你头上 这是我很确切 可以体会的痛苦 这是我第一份工作 但是后来 你一定要去逼自己去多聊天 多讲话 你多讲话之后 你就会发现话 你就会在台湾可以这样拿勒 你连英文都可以拿勒了 我现在是会跟英文讲很多天然地美的聊 然后聊到他们嘎嘎笑那种 然后你会发现说 你的英文提升之后 你的communication skill有达到 你不管是跟病人 还是跟病人家属 或是跟你的同事 跟医生 就会非常的清楚 你东西都OK就会顺了 你的工作就会变得很简单 这差很多 并不一定说 你就算是你很会做事好了 你的口说没有讲出来 就会很难 你也很难 晋升 去达到更好的自己 这样子 那怎么去克服 你就只能是多练 我以前也是很怕 我以前是想说 我要不要就是去baby room就好了 抱小孩 反正小孩不会跟我讲话 我之前是这样的 是真的是这种想法 可是美国人 他们就是很爱聊天 你有时候进去那个房间 你就只是给个药而已 哇在里面30分钟出来 我当时没有去想那么多 就是什么未知感 我那时候讲实在的 就是现实灭误 就是老娘就要赚钱 对 就很像那个 那个罗斯妈妈说 既然躲不掉 那就来吧 就是不要真的 不要想那么多 当然会害怕 但是我用我第一份工作 是在那个 也是nursing home开始 所以我就觉得 nursing home应该也 就是跟医院比起来 当然就没有那么危急 所以那些都是长期 就是住民 所以他们比较稳定 那就是一些 慢性疾病 就是脚血 糖尿病 心脏病 CHF 对不对 然后AFAB 你要给 你抗瘾血 那就是这样 然后语言的话 真的就是 你刚刚讲 多讲 我很同意你说的 如果你的 你没有自信了 你的LNA 就会爬到你头上 会欺负 尤其是那种 很讨人厌 然后很懒惰 我之前是 真的 我跟你讲 我发生什么事 我这件事情 真的可以讲一百遍 我那时候有个病人 她是个奶奶 然后她是自己 在开那个 electro wheelchair 然后就撞到墙了 没有人发现 然后我突然看到她 从我这边骑过去 看到她那个 大脚趾头在流血 然后整个袜子 是都已经 saturated with blood 整个是红的 我整个傻 天哪 怎么在流血 然后我就把她 那个袜子 要拿到要换药 什么的 然后我就叫我的CNA 我就说 能不能请你帮我去 Longery拿一双袜子 她这个都是鞋 哦 那个CNA哦 Longery is like we over there I'm not gonna do that 然后就走掉了 她就嫌说 Longery太远 她才不去 然后就走掉了 好欠揍 那是我第一份工作 然后这个女的 她就是 知道说我很好欺负 因为我不太会 去跟别人争 因为我们台湾人 就是以和为贵嘛 我们上班就不想要有 conflict 不然以后好见面吗 不好吗 以后如果惹毛你的上班 我就不开心的是我 可怜的是我 所以我们能尽量 不要惹事 就是不要惹事 对吧 所以他们就知道 就吃定你 不会去讲他们什么 他们就会这样子 然后会出了房间 然后越来越严重 在这边是会这样子的哦 然后连那种 你明明自己是RN 然后那些 很资深的LPN哦 就算他们有一些 时候他们的学历 上面有问题 你去纠正他们也会说 你那是错的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于新工作的恐惧感 我最近换工作了 那我一开始 也是有点紧张 原本是觉得说 因为我自己 本身是手作 我学得很快 那我自己是不太去 concern about me getting behind 我自己是觉得 我应该是可以升任 但是到前一天晚上的时候 其实就有点焦虑 我就有传绝去给我家人 我说 明天就要去新工作上班了 但是我其实非常有焦虑 因为并不知道说 我能不能升任 这份新的工作 因为毕竟病人的状况 都不太一样 是差很多 跟我之前的工作来比 到现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害怕的都是为之 你真的遇到就是 哎 那我到底在害怕什么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都是自己在吓自己 有想要进修吗 如果有会想往哪方面进修 哎 Sabria你有想要 请你也有想要读到NP吗 就觉得说BSN就够了对不对 我也有这种想法 也觉得说 读书人生就已经很苦了 还要这样逼死自己吗 因为你在网上念那个学代 是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可是网路上的话 不是比较偏便宜吗 可是我还有很多东西 我还有很多贷要付啊 就是在美国我们说 连呼吸都要钱 放个屁也要被收费了 那我自己的话 因为我目前也是只有ADN而已 因为目前就是赚钱比较重要 没有前脚学费 所以还在存钱状态 但是目前还是希望未来 至少BSN要拿到 因为BSN跟ADN真的说 虽然说都是RN啦 但是求职的话 机会也是差很多 BSN的话 机会真的是比较多 而且你也不一定要走离床 你也可以走比如说像 标准啊 什么那种 insurance 那种打报告那种 那种的话 如果你有BSN 你能get your foot in the door的机率 比较高 那如果你之后拿到BSN 你还会想要再继续 看我那个时候 嗯 因为不一定要拿学位 我可能会去考个执照 比如说像wound care wound care nurse 他们也有wound care的那个 那个classes 然后你也是考证照 那个也是挺难 那个我还挺有兴趣的 我最近因为做那个wound vac 我就做的很有心的 就说很有兴趣 想去想想看 但是也是听说不简单啦 所以可能wound care 或者是比如说MDS charting 有一些也有这种上课的 然后你也是要去考执照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去临床面对病人 你就只要偶尔做做评估 可是主要就是paypal 好那最后一题咯 有一个学妹问说 音简中级程度 要准备RN 建议大概要花多久时间 我音简直直直 考过初级 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考过 其他的英文检定考试 我当初就是来这边 读语言学校的时候 就已经有分班考试 所以就从头到尾 我人生中是没有经历过 任何英文考试 所以我不能确切的回答 但是我觉得 你要如何去准备RN考试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 你如果英文字不够 你如果看不懂那个题目的话 就会比较吃力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你至少英文程度 要到达是 你可以读得懂问题 但是有些人 他们就觉得说 感觉做题目就算英文不好 做题目 题目看久了 就自然而然知道 那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 还是看个人 我自己的话 我是觉得你英文 一定要先 有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才可以去做RN的题目 因为我自己当初 在考试的时候 其实英文也没有到顶好 有的时候 有一些单字还是不会 那不会的时候 就因为那个单字 看不太懂 然后这个整个题目 其实原本会 就被人答错 所以我就觉得 感觉英文单字 如果单字量不够大的话 做RN的题目 就比较 就觉得比较花时间 对啊 所以还是看打架 但是说 准备RN要花多少时间 这就没有办法帮你回答 因为像我的话 在这边读书 我三月毕业 五月就去考了 那台湾的话 有些人 也是准备了一年 才去读 才去考 或者是 先准备好英文 然后再准备RN 再去考 所以很难给他一个 很确切的答案 你觉得呢 我之前在台湾 有考过英俭 然后有考过那个 托译 托译 是不是商业用的 对对对对 我之前有考过那个 我就考过那个而已 对 然后后来来到美国 我也没在考什么 有语言学校的那个 有考过啊 托福的那种 但是 你刚刚讲到 对我同意的 就是说你的程度要有 譬如说你一定要看 就是至少要看得懂题目 然后再来你的医学的用字 你也要 你的medical terms 你也要会一些 对哦 那个是医药 nailed it 对就是你一看 你就要知道 就是尤其是我们专业的 单字的话 你是一定要 一看你就要知道的 你在台湾准备RN 跟你在这边准备RN 你的方式准备的方式 有不一样吗 嗯 那时候在台湾准备RN 是有去那个补习班 然后他们有那种 你看你知道 看video 看DVD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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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另外一家的 哈哈哈哈 另外一家 还这样比 对 还这样比 有看懂啊 我有看懂 那另外一家的 对然后 然后那 那多半 其实回归到最初 就是你自己要去 设你的读书计划 因为看DVD也是一样 你自己要去 你今天你有空 你去补习班 你就是看DVD 那你 我后来第二次准备 是在加全职准备 我也是自己 设读书计划 然后也是就坐在 书桌前面看 这样把那个章节 看完 所以 回归到最初的 那个最 根本的点 就是你要自己 设你的读书计划 当然你在准备R的时候 并不是说你埋头 埋头苦读 二这小时都要读书 No 你还是要让自己 休息一下 不然你那个脑袋 真的是会爆炸 所以我那时候都是 OK 我做完这个 我就OK了 我今天就结束了 我就出去 或是做自己喜欢的做事 但是你一定 不可以偷懒 或者是如果你今天 真的很不幸的 无法跟你的拦惑 或对抗 像我有时候就这样 那我就变成说 好 那我今天真的没办法 I'm not feeling 或是I'm not feeling good 我下一天 我就要把今天的份 补完 一定要 一定要做到 因为如果你一直拖 一直拖一直拖 那你这种心态 你真的要考试 你如果要这种心态 就不用考试了 你就来玩就好了 不要在那边 浪费那个好几百美金 OK 好 那今天呢 非常的感恩 我的VVIP VVIP 那是 那是 VVIP 来分享 然后那个 如果还不知道 Lily的YouTube channel的话呢 就放在这里 我的YouTube channel 已经涨灰尘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 很好影片 有 她讲很多很好笑 上传新影片的 对 讲很多很好笑 护理学校的事情 对 那请大家多多支持 然后也多多支持 Sabrina 之前有个学妹 想要follow你的Instagram 然后你的是不是 设private 还是什么 设private 然后她就说 哎 Lily不给追耶 我就说 你爱 Lily是很难得到 其实我有时候 我一开始是用公开 然后后来 因为一些因素 我给她用成private 然后private之后 有一些人 我基本上 如果他们有追我 我一开始都是先接受 可是后来发现 有一些人追了 就是广告 或者是来蹭流量 所以我就没有说 每一个人都那个了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追 我的Instagram 然后是真的是 有护理相关的需求的话 请私讯我 我会看 然后OK的话 我就会打开 因为有些人会跟我说 哎我有私讯你 我有追踪你 可以麻烦approve下吗 我说哦 OK 我就会 所以 不一定不是我耍大牌啊 I didn't play hard to get OK 超耍大牌的啊 对啊 很大吧 耍到大牌 然后一个人 连在IG要追我 还是不要 对啊 还是会private 然后至少 让她一直跟我 跟我那个 追芯片 我一直说 我就一直没有芯片 我有 可是都还没有剪好 她一直跟我吹 一直跟我追 希望你们会喜欢 这次的影片咯 下支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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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